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未必熟悉 Leeds 這個地方 其實這裏是繼倫敦、曼赫斯特和 Birmingham 之後 其中一個規模最大的英國城市 讓我今天就帶大家了解一下 Leeds 這個地方吧 快閃 City Center 之前,看看基本資料 Leeds 是位於英國北部約克郡的一個主要城市 距離百年古城 York 只是 20 分鐘火車 去曼赫斯特 大概 1 個小時火車 去倫敦 都只是 2 個多小時火車便到 Leeds 的經濟相當多元化 其中大約 38% 是金融相關企業 除了 First Direct 和 Yorkshire Bank 的總部所在地之外 不少 High Street Bank 例如 Barclays HSBC, Loyce Bank, Netwest 和 Santander 都有寫字樓 除了金融行業之外 英國其中一間電視台 Channel 4 都選了 Leeds 做總部 市內亦有其他零售和通訊企業 包括 Asta, O2, KPMG 等等 工作人口相當多 除了就業機會多 Leeds 市中心的生活配套亦非常齊全 今次就快閃 Leeds 的市中心 和大家一齊看看 其中一個為何那麼多人喜歡來 Leeds 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裏可以給你很多不同的 Lifestyle 例如在購物方面 如果你想買一些 Trendy 的大連鎖牌子 你可以去 Trinity 的大 Shopping Mall 如果你想買一些高檔少許 例如說是 LV 或 Mowbray 一些 High End 少許的 Fashion Brand 你可以去 Victoria Quarter 很多 Brands 可以走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 independent 小店 我身後的 Corn Exchange 感覺有點像我們香港的西港城 它是 Restore 了的 Historical Building 但裏面有很多特色的商店 有些例如是 Local Art Gallery 有些是 Tattoo Store 也有自己 independent 的 Fashion Design Brands 這裏也有一個很 popular的 Cafe 所以 For Young Professional 來說 它的確是一個很 vibrant 很有吸引力的城市 在我身後的 Kirkgate Market 就是這裏很傳統的 有百多年歷史的一個 Market 我們很熟悉的牌子 Master & Spencer 以前在這裏開一間小店 一邊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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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到今天的國際連鎖品牌 所以這裏是一個很值得來的地方 在 Leeds 的市中心裏 保留了不少的傳統建築物 現在都用來做一些 commercial 或者 retail 的用途 我現在身處的 Victoria Quarter 就擺了不少的大型品牌 例如是 Ralph Lauren LV 或者 Coach 等等 你看到都在這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商場裏面 在對面就是 John Lewis 所以這裏無論是大型百貨公司 例如一些高檔的 Brand 其實全部都在市中心裏面 那個 Provision 都蠻多的 市中心的交通亦都非常方便 巴士網絡完善 巴士站還非常新鮮 在 Leeds 的市內 亦都有不少河半的 Bar 和餐廳 適合一眾的上班一族 放了工去飲食 其實真的蠻 Work Life Balance 今次就和大家看著這裏 接下來我們會有約克郡 Leeds 周邊的樓款推介給大家 還要是獨家全港首推的獨立屋 樓價都只是 29 萬英鎊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馬上聯絡我們 以及留意我們的最新資訊 還有更多資訊 日子 李建物 錄員 李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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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物